你刚成为勇者就发现自己被一群哥布林包围 还好这时候跳出来个声音 勇者模拟器激活成功 已经赠予宿主技能 哥布林与精通 基础剑术LV1 略为那个时候你搞明白了这个系统的用法 简单来说就是提供一些选项 让一些模拟变即将发生的情况 模拟完成后还要获得积分 用来加点和解锁技能 看了下选项一共有三个 一奋起反抗 二苟且偷生 成为人间为哥布林效力 三留置大吉 死了想去选了第一个 很快新的画面开始播放 你凭借身体和智商优势 成功击败哥布林小队提升到了两笔 但左手也因此被打断 在想要逃往村外的时候 发现村子早就被哥布林们围了个睡屑不偷 只能挥溜溜回来 逃到一间已经被抢劫过的房子队 想要喘息回血 却听到地窖门口传了的抽携声 半开上面的任务后 一个可怜的小女孩躲到下方 面对四次发展的小女孩 你决定 一将对方留在这里 二和她一起留在这里 三小女孩太可怜了 带着她一起离开 选了二选项 小女孩也不敢拒绝你的加入 三小时后 一群哥布林再次进入房内 扮演物资 小女孩害怕的发生响 哥布林们发现入口 面对围困 你自知不是对手 尝试用哥布林语沟通 小弟们将你和小女孩 一同带到老大面前 你的语言精通 让哥布林老大很感兴趣 决定饶你一命 但递给你把短剑 要求你杀死小女孩 以事忠诚 你决定 一 趁机偷袭首领 二 杀死小女孩 加入魔物精团 三 拒绝要求 但可能被杀死 接过短剑 反手就是一刀捅了过去 她愤怒一棒子敲过来 把你脑袋打开花 之后 哥布林首领 在人类俘虏的治疗下 没大爱 但可怜的小女孩就 模拟结束 这时系统给出了结语 从勇者角度来说 你守住底线 但这毫无意义 从穿越者角度来说 你将被定在耻辱柱上 获得九点模拟积分 虽然第一次模拟的结果 不是还满意 但你的目的 也就是想用模拟 看看敌人的实力 和便利分布 况且 那些个丑哥布林 居然敢骑得老头 从拉屎 骑头 再次模拟 这次你换了个玩法 在开局选项中 直接当人间 加入哥布林大军 他们很快 带你见到首领 首领对你的语言精通 感兴趣 将一个村民 抓到你面前 这次你没有拒绝 直接一剑封喉 哥布林首领哥布达 但你很满意 布置了个任务 让你审问老村长 想要找到 躲藏在村子里的 牧师少女 由于第一次模拟 你已经知道了 村长女的位置 不可以一笑 村长 你也不希望 哥布林知道 你的女儿藏在哪吧 老头崩溃了 牧师在 在山洞 当哥布达 搬开山洞门口的大石头时 一个身穿牧师跑的女人 惊恐看向众人 你发现 牧师在山洞内 哥布达在身前 但旁边的高波上 有个炸药筒 这时 系统又跳出来三个选项 一 引爆炸桶 偷袭哥布达 二 自高奋勇 跳进去抓住牧师 三 蹲脚 你尝试了一下 趁着哥布林没注意 跳上高波 把炸桶 推了下去 喉嚨一声巨响 哥布达被炸了个半血 但他血是真的厚呀 反手指挥哥布林 把你抓起来弄死了 足 模拟失败 无奈 只能冲开 再来一次之后 你学聪明了 能摆在摆 躺了 于是 牧师少女 最安慰不 哥布达晚上举行了 盛大的 篝火晚会 他认为 你有一定价值 于是将三名 年轻漂亮的人类少女 赏赐给你 并将你们全都关进 你的帐篷中进步外出 随着我会进行 越来越多的哥布林追导 哥布达也在帐篷中呼呼大睡 你的决定是 一 就去狗着 二 和三名少女展开音啪 这样 才能让哥布达彻底放心 三 练夜逃走 奔着进行态度 你选择了第二个 将摸爪伸向了 三名可怜少女 他们害怕急了 其中一人趁着你干活 一脚出 踹爆你的眼 多个软件 将你杀死 模拟结束 这次的评语是这样子的 你为了生存而堕入黑暗 真是个彻底的混蛋 综合评分18 获得模拟经验18点 这次结束前 你把积分都加在技术键上 把那个技能提升到LV2 另外系统还奖励了你一个 初级治疗属LV1 现在镜头回到最初的起点 你没有着急再次进行模拟 先找到牧师妹子 获取高点 由于实力提升 直接一脚踹飞一个 一剑杀了另一个 很快来得煽动 牧师妹子看到你的瞬间 眼神照出出惊恐之色 法杖上乱起光芒 你没多废话 模拟 启动 一 暴力逼问 二 将它直接交给哥布达 三 释放治疗术 来获取对方信任 思索一番后选了三 同样的圣光 让妹子放松了戒备 她和你聊几天 原来她是萨曼莎 本是小国伊利亚的牧师 不久前 被女神选中 称为圣女后部之一 正被送往 罗迪尼亚法皇国春圣女 结果 接着去圣城的路上 遭遇哥布林大军伏击 护卫们全都被杀光 逃进村子内躲起来 你们俩来到村子边缘 村外的哥布林数量不多 以凭借哥布林与金通 亲自引诱 一只两个哥布林的小分队 到一处悬崖边上 让萨曼莎做诱饵 勾引他们来到悬崖边 你再从草丛里冲出来 一刀击退 把对方推下悬崖 露入河里 直接触发了祭祀效果 由此防线出现漏洞 你和墨师妹子 顺利逃出生天 此时又命临三个选择 一与他分开 结束本次模拟 二帮助他 护送千万圣城 三偷袭他 抢夺对方身上的财物 这里暂停一下 换你们 在模拟的时候会选哪一个 三秒钟试点考虑 一 三 好 我知道你们都选了三血相对吧 既然又去说刺激 那就又观察到底咯 你偷袭了萨曼莎 他做么也想不到 通过一圣光选中的信徒 你会这么做 少女被你制服后 你夺走了他的魔法杖 和一枚戒指 那枚戒指 使他青梅竹马 约了私定终身的信物 萨曼莎央求你将戒指还给他 他可以不计较 你对他做的一切 此时你选择 一 助人为乐 让圣女不再纯洁 让他失去 成为圣女后部的资格 可以和青梅竹马在一起 二 保留底线 将戒指还给他 三 杀死他 斩草除根 好好好 选项又出来了 再次暂停三秒 换你 你会选哪个 三 二 一 好了 我知道你们都会选一 你想的 既然是模拟 并不会影响现实 为个勇者 助人为乐 也很正常了吧 嘿嘿 一笑 走向少女 接下来的剧情呢 我知道你们不爱看 所以很贴心的帮忙舔掉啦 等少女醒来后 不开手炉 撤进前者模式的时候 一刀切下来 第二 随后自杀身亡 你终着醒来后 血腥为本文物修斗 遭遇到一只魔狼袭击 当场逼命 模拟结束 你还没从那 痛与快乐中回过神来 系统就补上一句暴击的评语 你小看了萨曼莎的决心 身为人渣的你 死有余孤 综合评价30分 获得模拟积分30点 技能还讲理了一根 项目法杖 属性是这样子的 黑铁机 提升吸取法术威力 新手牧师 最常见的法杖 视角且会现实世界 你一念一动 一根法杖出现在手里 治疗术 超躲在山洞里的 牧师妹子释放技能 萨曼莎快上来 跟我离开这里 这是女神的旨意 能同时拥有圣光 和说出自己的名字 这肯定是大道的好人啊 按照模拟流程走了一遍 你们顺利伏击了 哥布丁小队 穿过防线逃出生天 牧师妹子累得气得启启 谢谢你笑凡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和萨曼莎一段聊天后 你模型了这个世界的 基本情况 原来自己穿越到了 一个叫凌兰之剑的世界里 这个世界 致敬了火焰文章 和皇家骑士团的设定 充斥着剑与魔法 大陆公分为五个势力 国与国之间的争斗是常态 既然萨曼莎 隶属于罗迪尼亚法皇国 那这些哥布丁 极有可能就是 敌对势力 倒掉人布置的 目前 再往北走二十公里 就能达到 法皇国境内的磐石阵 可直走 却会遭遇一千名的 哥布丁大军 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绕路 需要多花点时间 同样可能面临围堵 遇事不缺咋办呢 模拟 启动 可能是通过了第一关 系统 又多了俩新技能 可以兑换 实责战LV1 和侦测邪恶LV1 也不贵 世界的积分 得换 你和萨曼莎选择绕路 若上俩人轮流释放 侦测邪恶 果然发现了一群 堕藏在草丛里的哥布丁 利用先手优势 欠行将他们逼杀 如果受伤了呢 就互相用治疗术家鞋 很快抵达了 磐石阵门口 守卫没有为难 身穿牧师跑了萨曼莎 你却被拦了下来 这时 有三个选项 一 让萨曼莎为你担保 二 如实供述来历 三 用铜币贿赂 你悄悄地了十枚铜币过去 守卫慌张地看了眼四周 塞入兜内 进去吧 进入后 新的三个选择出来 一 让萨曼莎分开 结束本次摩尼 二 和他一同前往教会 但联想到之前 他行作泄露 或许教会有内鬼 三 劝说他先去找镇长 告知小村和哥布林大军的情况 你选择了三 然牧师妹子 却拒绝了你的提议 急着回归圣光的回报 二人就此分别 你又剩下的钱住进领域馆 第二天吃饭时 却听到了一个噩耗 萨曼莎惨死教会中 盘石阵的牧师也神秘失踪 由于连带关系 不及后 接受你贿赂的卫兵 带着巡逻队找到了你 你被动的可疑人物 抓到了慎问世 你说了实话 但他们不信啊 结果严信拷打 被红红折磨至死 一命呜呼 模拟结束 系统评价弹出 活得久的秘诀是少管闲事 但有时候或从天降 难以置身事外 综合评分17分 获得模拟7分17点 奖励一枚 盛光牧师徽章 装备属性如下 位阶 黑铁机 效果是提升先许 精神恢复速度 上次母女虽然失败 但你也想到了应对策略 只要不和萨玛莎一同进入城中 应该不会被怀疑 咳嗽两声 盘石阵的秦云号牧师 投入了魔族怀抱 我们修会破阵长 将她抓捕 萨玛莎愣住了 不可能 她一直都是女神 最虔诚的信徒啊 你叹气 这可是女神托梦告诉我的 你能得救 又是女神指引了我 难道你不信我吗 萨玛莎沉默了 的确 秦云号是知道她前进路线的 女神免下不可能有错 这该死的秦云号 很快到了磐石阵外 萨玛莎先一步进城 不过在跨了城门前 少女取出了一面戒指交给你 肖凡 这可给你 如果哪天你到了圣城 可以找一位名叫 迪塔利奥的圣骑士 将戒指交给她后 她会给予你更多的帮助 你微微惊讶 这一次不用强颜的拿到啊 手心如下 约定这戒 皆为青铜 效果是 零挑战而魅力加一 约定之归到来 约定之人不会出现 萨玛莎神色复杂看了眼泥 然后转身进入城中 人家城外等了一个小时 跟着一只商队进入镇子 凭借从摩尼西换换的牧师徽章 这次没有被为难 很顺利进入 过了几个小时 解游馆内 关于声音教会的事情 也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原来就在刚刚 镇长带着卫兵 前去抓捕秦云号 有了提前准备 他当场被揭穿了 敌国间谍的身份 据说教会内还发现了 模拟上线是五次 一天恢复一次 你打算先稳定下 等CD恢复 瞄了眼 兜里只剩下的十枚铜笔 先赚钱吧 在街上摆出桌子 取出牧师徽章挂在胸口 贴着横幅 专业牧师有偿治疗 三银币一次 十银币三次 冒险者们顿时骚动起来 这比在教会治疗便宜啊 很快 一个说的皮甲的短发男子 坐上前来 牧师大人 请您救救我的同伴 治疗进行得很顺利 少不用再为防费发愁 可接下来几天 你每天出了定期给人治疗 就是身居减出 买了很多本书阅读 充分了解了 异世界的风土人情 而这期间 磐石阵并不太平 提国计划 被镇长和萨曼莎识破后 那个逃出去的女刺客 开始疯狂袭击证明 每天都有无辜证明 死去的消息传来 到了第五天 模拟次数恢复到了五次 今天这是骑士团 来接走圣语的日子 父子护送她的是 骑士哥罗利亚 萨曼莎穿着崭新的牧师袍 那来说啥呢 模拟 启动 萨曼莎发现了你的存在 但没空打招呼 而是即将跟随着哥罗利亚 一起离开 此时此刻你决定 一 上前表明身份 一同前往罗地尼亚教皇国 二 目送他们离开 三 告知他们 女刺客还潜伏在镇子里 要求留下一同解决女刺客隐患 你选择了三 带上牧师徽章拦住队伍 并将女刺客 祸害盘射身的情况 当众说出 哥罗利亚本不想多管闲事 可是当众拒绝 势必会让民众和信徒们 大失所望 萨曼莎则是不想 因为自己的原因 导致更多伤亡 去除其团留下来 先解决刺客隐患 你根据死者的死亡地点和时间 推测出女刺客 在平民区 夜间十二点活动 到了夜里 你和哥罗利亚 萨曼莎 兵分三路进行探查 这似乎惊动了她 当天夜里 骑士团一无所获 但也没有证明因此被杀 第二天一早 哥罗利亚无视萨曼莎的请求 带着她强行离开 你想要跟上 一起走 却被拒绝 最终留了下来 夜里 一名美女来到房间 你也意识到情况不妙 但精神里 不足以抵御 女刺客的幻术 隔天早上 你的尸体 被悬挂在了旅馆门口 模拟结束 系统病如下 你将希望寄托在 错误的人身上 但好在你记住了 女刺客伪装后的样貌 速开第二次模拟 上的这剧情 依旧差不多 不过 你已经得知了 女刺客的外貌 以女神的名义歧视 女神的名头 果然好用 盛起是哥罗利亚 独行不移 请求镇长协助 带士兵将封业铁封锁 封业铁的小姐姐们 被聚集到了一起 萨曼莎对他们释放了 侦测邪恶的法术 但却一无所获 此时 你注意到了那名 熟悉的女人 身上写的戒指 你选择 一 偷袭她 然后再向众人解释 二 暗中告诉哥罗利亚 让她来对付女刺客 三 假装被找到 再想办法围攻女刺客 果断选择一 来到女刺客后方了一排 假装观察 当你靠近身后时 忽然挥舞刚之的来见 刺向她 女刺客后心被刺中 伪装法术相反开来 现场众人 灭了震惊 但不得他们反应过来 女刺客临死前 率出一道回旋利刃 你直接被干掉 系统立刻弹出了 模拟的结算画面 评价 你的牺牲令人唏嘘不已 或许你该更加谨慎一些 你想想 用剩下的积分 兑换了圣光护盾LVE 再来一次 视角切回到现实世界 眼见哥罗利亚 要带着萨曼莎离开 你配戴上牧师徽章 赶紧拦住了他们 哥罗利亚阁下近留步 我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效于你商议 将女刺客三的城中的事情 如是告知 并点出了她 她还会继续袭击的威胁 哥罗利亚听完后 还是有些犹豫 性格谨慎的她 不想结外生枝 你趁着打铁 说出了你知道 女刺客外貌 这些天都在暗中追查她 只是碍于 女刺客实力太强 所以才来寻求帮助 听完你的话 一方萨曼莎 露出了敬佩神色 效凡 没想到你为 盘石阵明 做了这么多事情 这件事应我而起 我帮你一起猎杀女刺客 哥罗利亚连忙上前劝阻 后不射女不能出意外 我们不可 这件事情 还是交给我们骑士团来解决吧 事不宜迟 快点告诉我 女刺客在哪吧 别让她跑了 你提出了要求 想要女刺客手上那枚 可以遮蔽戏的戒指 哥罗利亚答应 不过要求 将女刺客尸体 待会将会进化 二人很快达成共识 而接下来 就是按照模拟中的流程 走了一遍 镇长带着卫兵 封锁了风月街 数百名妹子 一个个接受骑士团的审查 随着排查进行 你很快发现了人群中 隐藏了女刺客 对方对伪装十分自信 不许的区区 心同胜其事能够识破她 哥罗利亚洋装不直 在解他的手 突然将她推出了人群 攻击 她是女刺客 听到命令的西区团成员 第一时间射手的弩箭 羞羞羞 强弩轻刻间 灌出了女刺客的身体 她满脸不解 口中发出凄厉的惨叫 哥罗利亚 驾起身光护盾 抵挡着攻击 并无大碍 周围人 看着解除伪装 变成女刺客的女子 都被惊呆了 当场几乎666啊 如此顺利的杀死女刺客 哥罗利亚也十分满意 白紧一个功劳 确认她死透后 折制尸体 小凡 你想要哪些东西 自己来拿吧 你不客气上前 将女刺客手上戒指取下 眼前立刻浮现出 有关装备的信息 暗夜庇护 青铜集 戴上后 可遮蔽自身气息 可隔绝探查 与魔物细游探 每小时 消耗一点精神力 而在取下戒指后 你手脸的看着摸尸 去触摸物金河一枚 又去触碰 女刺客的脸部 看着你的重目睽睽之下 对女刺客的尸体 上下其手 被骑士团 保护在后方的萨曼莎 都快哭出来了 小凡 你在做什么小凡 快停下 即便是敌人的事情 也不能这样啊 无视她的话 在众人惊开的目光中 直接将女刺客的脸皮 死了下来 居然是一张面具 暗夜伪装青铜级 佩戴时 触摸目标脸部 可夺取对方样貌 每小时想好 一点精神力 事后 四岸曼莎邀请你 一同上路 千万圣城 你却摇摇摇摇拒拒绝 表示 圣光会指引着你 在这儿 还有未完成的使命 牧师妹子 现一送出祝福后 便与你告别 在骑士团的护送下 离开 临别前 哥洛莉亚给你推荐了个好去处 小凡 这些都是经典 SRPG里最纯正的味道 利用地形来解决对手 不就是 本格战旗的 策略立体作战嘛 让胜利 为了策略展开 不止一种营法 而且啊 如果加入那个主角的游民团 那自己的各项选择 都会影响 在五大势力中的声望 引来他们的拉拢或进攻 让剧情走向不同分支 并带来多种结局的可能性 这样 岂不是多周目 对应的结局都不一样吗 好家伙 我可以用永久模拟戏 来体验各种结局啊 不过 更开心的应该是玩家们才对 现在 林兰这件国服已经开启 他们可以上线玩多周目 来体验不同的故事 穿越之前 就听说过 林兰之剑的大名 获得过黄旗制作人 松野太极的认可和点赞 可以说 真的是黄旗精神续作了 不都说了 赶紧准备一下装备 林兰之剑游民团 我来啦 现在 就要在这片大路上 开启属于我的史诗